今次我們去到台北 除了去最有名的士林夜市 我們還去了台灣朋友介紹 在台北最值得去的幾個夜市 今集我們一起看看有什麼好吃 第一個我們去的就是公館夜市 這裡旁邊有一間大學 所以有很多大學生在這裏找食物 這個夜市規模不算很大 是地方少少的夜市 所以不會有很多遊客 食物價錢都會比較便宜 這間就是賣古早味的煎餅 離遠已經聞到很香的蛋香味 一份只是35台幣 有四種口味 當地人最喜歡的是花生和蘭芝麻味 我們就叫做花生味 餅皮一份會切成三件 每件都很大塊 花生醬好像不用淺 加了超多很香濃的花生味 餅皮是很厚實的pancake質感 有點像我們香港的格仔餅 這間真是超級足料 醫肚必選 然後我們吃炭烤串燒 有整桌的串燒給你選擇 串燒會用旁邊的大炭露烤好 在桌面會繼續控熱 所以拿上手還是很熱 我們選了雞屁屁和甜不辣 炭香味不算很重 但是串燒烤到外脆來軟 這間性價比很高 這間鹽素雞超多當地人捧場 人流源源不絕 初初我們都不會買的 以為就這樣叫 但看到他們拿著盤 自己夾想要的菜 我們就跟著做 我們選擇了豆干 雞蛋豆腐 米腸 鹽酥雞 豬血糕 咸包菇 雞心 記住如果要一份 只需要拿一塊就可以了 例如要一份鹽酥雞 就拿一粒鹽酥雞 這間是即叫即煎 製作需時 所有食材都是用油炸 但一點都不會油膩 選擇一下就叫了兩大袋 我們覺得最好吃就是鹽酥雞 和雞蛋豆腐 不是開玩笑 雞蛋豆腐真的必叫 應該就是我們香港叫的玉子豆腐 把雞蛋豆腐炸到外脆來軟 價錢又便宜 難怪這麼多當地人買 這間紫米牛奶 是我們的台灣朋友重點推介 他說每次來到公館一定會買 本來會覺得這間店很普通 有什麼值得介紹給我們 但完全沒想過 原來這麼普通的食材 可以做得這麼好吃 濃濃的紫糯米香 充斥著一杯牛奶 大家來到記得直接買大杯 包你不會後悔 旁邊那條街還有很多食物 都是有串燒、掛包、車輪餅 所以大家來到這個公館夜市 可以走完這兩條街 再決定吃什麼 然後我們來看看 林江街觀光夜市有什麼好吃 這裡有名通化街夜市 這間地瓜球 是我們去過這麼多夜市 當中覺得最好吃的 每一粒都醬糊糊 外皮超脆 但裡面仍然保留 煙煙韌韌的口感 記得加梅子粉 味道酸酸甜甜的 和地瓜味很配 然後要試的就是這間炸芋頭餅 這間在Google Map上的食評評分很高 順帶一提 台灣人多數用Google Map 來寫食評和評分 在我們這次旅程當中 基本上有4分以上的食物都有一定的水準 大家不妨上去參考一下 兩塊餅乾夾著中間一大塊護膩 好足料 只是30台幣一件 外皮炸得很鬆脆 很香口 芋頭又夠綿密 喜歡吃芋頭的朋友 記得要訂購這間 然後這間 紅番麻辣鹽水雞 這間有很多菜可以選擇 在你面前 一邊排隊 可以一邊看看有什麼想吃 餐牌可以參考這一張 以及可以用他們的apps來訂食 這樣真的節省不少時間 這間醬汁的欠度好處 不會太濃 可以保留一些熟原油的味道 我們叫了鹽水雞腿 甜不辣 筍 筍 筍 還有雞冠 微鹹微辣 對於我們迷食太濃的都覺得剛剛好 那些菜全部都很新鮮 醬汁很好味超級開胃 最特別的雞冠 口感很爽 做得很好吃 而且在香港很少地方會找到 之後我們就試了這間賣炭烤全燒 都是台灣朋友介紹 他們說必吃的是臭豆腐和雞屁 這間真的很多人買 製作需時都要等一段時間 這間的雞屁屁真的烤得很好吃 烤得很香又夠雞汁 好吃的程度令我們馬上再多一團來吃 這塊臭豆腐也一樣烤得很好吃 味道很香濃 大家應該會覺得我們這集不斷吃雞屁屁很奇怪 聽到吃雞屁屁可能會有點反感 但其實在台灣雞屁屁又叫七里香 因為他們烤完之後 超級重雞油香 外皮又超級香脆 口感好像吃雞軟骨一樣 咬下去薄薄脆 不過就多了一層雞油香 網上看到這間是超人氣 看看這條人籠真的很長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Teramitsu 老闆是意大利人 這裡的甜品全部都是純手工 每天即製作 夠新鮮 我們試了兩個酒味 葡萄酒和橙香甜酒 酒味不算很濃 也挺容易入口 上層的可可粉不會太多 沒那麼容易熟 中間那層的cream打得很好 超幼滑 最底那層會有兩條手指餅 充滿咖啡的香味 這個甜品真是親民的價錢 高級的享受 這間飲品店一木日 全台北只有九間分店 其中一間就是這個夜市道 我們叫了在網上台灣人介紹的一款飲品 就是奶蓋喬蜜茶加份果 這杯絕對是我們在台北最喜歡的飲品 奶蓋不會太鹹 和喬蜜茶配搭得很好 和很少飲品店會配粉果在飲品上 粉果不會很甜 口感很特別 煙韌彈牙 我們對這杯飲品真是很深印象 大家來到記得要試一杯 接著我們就帶大家去基隆苗口夜市 是我們今集介紹當中 規模最大的夜市 遊客都是最多的 有各式各樣的小食 第一間吃的就是白糖果 白糖果即叫即炸 而且是全手工 有很多口味 外皮炸得很乾脆 裡面仍然保留濕潤 煙煙韌韌韌的口感 好像吃炸糯米池一樣 我們選擇了面茶 黑芝麻和胡香味 我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黑芝麻味 配搭配配搭得最搭配 這間就是賣喜絲章魚燒 份量豐足 有圓隻的章魚 還有給了超多的菜紅芝士 也挺好吃 然後試這間潤餅 他們做的潤餅很傳統 份量很足,但味道比較清淡 那天也排得很長龍 沒試過的也值得一試 不過我們在第二處試過有一間潤餅 更有特色,更好吃 記得留意我們之後的介紹 走到差不多,就會到這裡的美食街 這裡每一間店都有座位提供 我們當日去,每間都排了長龍 多人好像走不到,好像去了年宵 所以我們也沒有停下了 然後在馬路邊看到這間台式烤場 常見的都是用法熱管去烤 但看到這間是用炭爐 很美味 記得要嘗試當地人的吃法 烤腸配蒜頭一起吃 味道會更濃郁 辣辣的也挺好吃 最後用排骨酥做結尾 這間排骨酥超香脆 薄薄一層的黑胡椒炸漿 充滿黑胡椒的香味之餘 又令排骨保持肉汁 沒試過排骨酥的,一定要試試 就算不是馬上吃,拿回酒店一樣好吃 下集我們會和大家去剩下的四個夜市 我們試了一間口味很特別的花生捲冰淇淋 還有可能是全台北最好吃的豆腐花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下一集的介紹 還有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第一時間收到我們出片通知 如果你們都喜歡我們這集的介紹 記得按個讚支持一下我們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下集再見,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